嗨,我是Opera 今天呢,有沒有發現我的打扮有點特別的不一樣? 沒錯,我今天就是特別多花了差不多15分鐘的時間 琢磨在我的妝容上 因為我今天就是想要打扮一種有一種 有點嬉皮,又有點日本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有沒有成功 但我今天是覺得我整個妝容是蠻美的 還是我拉近一下給你們看,有想看嗎? 我就要拉近怎麼樣 好,今天是一個什麼重要的場合? 為什麼就是又要戴假睫毛? 又要畫這麼可愛的口紅? 然後用一個這麼可愛的髮型呢? 因為今天是Friday OK,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就是我已經工作了五天,然後明天還要上班 沒有辦法跟男友約會 超級崩潰 我今天早上就立刻傳那個LINE給我男友說 我覺得沒有辦法想像 我今天居然看不到你 我真的很會 好啦,今天不多說 一樣是要拍影片 然後今天就是一個怎麼樣痛苦的日子呢 今天就是 女生很重要,每個月那一天就都來了 所以就是,肚子其實蠻痛的 然後整個人就是其實有點懶懶的 但是一遇到這個天 我們就要怎麼樣打扮得很漂亮 整個人就會症狀 好啦,欸我再說一下 昨天很多人問我那個燙睫毛器 我已經講了是王銀橋老師的 然後,而且昨天王銀橋老師居然來我Facebook留言 我整個人 這個睫毛器呢,欸我拿給你們看 這個睫毛器呢我今天也有用 因為我今天是貼假睫毛 所以我今天還有,還是有用這個燙睫毛器 Love Diamond的,然後聽說他們要出新款了 所以,就如果你現在買不到 或是現在缺貨的話,你們可以之後再去看一下這樣 OK,今天就是要介紹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商品 怎麼樣,你以為是乖乖牛奶是不是 不是,我買不到 哈哈哈哈 我本來想說,順便喝乖乖牛奶 然後順便跟你們介紹今天的這個話題商品 結果OK,買不到 限量,OK 我們就是沒關係,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這一顆呢就是Canmake的腮紅 然後呢是黃色的 That's right,跟我後面那個盒子 就是一樣的顏色是黃色的 為什麼我會很想要買呢 它的色號是PW40 然後是威豪跟我說美容展友 然後我就立刻收到 賴我朋友說,我來不及去 你可不可以幫我買 所以他就買了,而且立刻寄給我 愛你喔Vera 這個東西呢就是我一直一直一直 非常想吃 然後之前半身不熟的Alice也有畫過 我就覺得啊 媽怎麼每次看她影片什麼都會被燒到 哈哈哈哈 非常非常可愛的顏色 但是我為什麼要買它呢 不是因為我很想畫或是怎麼樣 是因為呢,我很想試試看 到底這個跟我原本有的眼影色畫起來會有什麼差 今天想要跟她比的就是 就是這個 Salon的54號單色眼影 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可愛的黃色 這個黃色我之前有介紹過 我會把它連結放在上面 這個黃色我當初就有說我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畫起來就是一個鵝蛋黃 你整個人就是林志玲很漂亮 然後這個黃色長得根本就幾乎是一模一樣 都是暖色調的鵝黃色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OK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半邊臉擦Canmake 半邊臉擦Salon長起來 會不會不一樣好不好 會不會一個我變水源西子 然後一個就是 我也沒有其他的形容詞 就是不一樣的人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把它打開囉 首先呢這個包裝呢就是先打開 這個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啦 就是打開嘛 欸然後就是髮帶 我之前也有拍過一個影片就是 我自己用髮帶的四種方法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點點看喔 趁機打廣告 好啦打開了 登登登登 這個就是Canmake的PW40黃色腮紅 登登 然後這個呢 Salon的我平常是塞在 我平常就是自己買的他們的那個 各色眼影然後我把它塞在這裡面 登登登登 首先這個是Salon的 54號單色眼影 再來是CanmakePW40的黃色 所以擦出來你可以看到就是 其實擦出來因為 雖然因為是腮紅嘛 所以它顯色度不會這麼高 但是Salon這個是單色眼影又是霧面 所以顯色度很高 然後兩個顏色還是有些微的不一樣 Salon再帶多一滴滴的橘色 然後那個PW40 真的就是一個鵝黃很漂亮的鵝黃色 好燈光打下來呢 這個Salon就是帶一點橘色嘛 然後PW40呢 因為是腮紅的部分 所以它顯色度沒有這麼高 就是跟單色眼影比起來 所以我是擦了三次它才有比較顯色 我就直接用它裡面的刷子 OK好那我現在直接沾沾看 好 它的沾粉力還不錯 所以要把它排掉一點點 不然就是那個 魚粉就是會整個掉下來 好我要上囉 我拿一下鏡子喔 我今天是想要走一個可愛的日系風 所以你看我今天還特別帶著放大片 然後夾睫毛 然後下睫毛故意刷得很長 然後眼線也有稍微往下拉 因為我就是想要打造一個無辜眼的感覺 好 這邊呢就是上好PW40 我覺得它是一個上起來沒有這麼誇張的黃色 就不會讓你覺得 欸一上去上去 不知道會變成什麼鬼樣子 它本身呢是一個 有一種柔膚感的黃色 你看它其實把我這下面 整個都打膨了有沒有 我們看一下左右兩邊 有沒有覺得這下面膨膨的 就是有一種柔霧感 感覺就是 那個Photoshop高絲模糊打下去有沒有 對不對 整個就是一個打膨的狀態耶 整個人看起來就是 這個柔綿綿啊 白泡泡柔綿綿 欸不錯耶 可是這個幾乎是 就它沒有什麼顯色度 這個我已經擦了三四次了 然後它的狀況就是這樣 基本上不會讓你覺得 欸你為什麼要擦黃色腮紅啊 但是看起來是可愛的 就是它的蓬蓬度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再來呢 以求公平 我就一樣用這個 CAMMAKE的刷子 那我們再來試試看 SALONE這個虎 試到擦起來會變什麼樣子 好我一樣沾一點 其實沾在就是刷子上面 看起來就已經覺得SALONE就是顯色度高很多以外 它也有一點點橘色 然後把魚粉敲開 因為我怕我整個人上在臉上以後整個人變化身 好然後我一樣是眼下三角處上 好我現在左邊這邊是上SALONE 右邊是上PW40 我覺得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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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差別就是柔霧感 SALONE的單色眼影也看得出來它是有一點點柔霧感 可是因為它比較黃 它的顏色比較橘一點點 所以它擦起來會讓你覺得 你這邊有東西顯色度太高 但是呢 CAMMAKE這個PW40 它擦起來就是有一種提亮的 就是它的黃色不只是像SALONE的單色眼影一樣 就是只有黃色 它是帶有一點提亮跟蓬蓬感的 欸我再上一次 我覺得好神奇喔 現在就是我直接給大家看對比 就是這一邊很明顯的這邊超亮 但是我沒有打亮喔 純粹是就是CAMMAKE腮紅的效果 然後SALONE這邊就是有很明顯的黃色 可是沒有提亮的效果 喔我覺得差很多欸 我本來會以為就是這個影片結束以後 我可以跟大家說 OK不用去買CAMMAKE 直接買69塊特價的SALONE眼影就好 可是像一擦下來我覺得 要買欸 好我們現在整個拉遠來看 拉遠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樣的感覺 但是我自己看是非常非常明顯 就是SALONE就是會覺得這一塊有東西 CAMMAKE就會覺得你這邊整個被提亮了 整個人是北跑跑又迷迷的感覺欸有沒有 但是這一個PW40它本身是霧面的腮紅 它並沒有亮粉 所以它整個人是有一種膨膨感 很像是之前資深堂PK系列那個打亮的那種 就是那種藍光的膨感有沒有 但是它又是更細緻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有一種 就是照相下來會反光的感覺 因為PK那一款啊 你照相下來潤圖太多它整個藍光會反射 我覺得沒有那麼漂亮 但這一款我覺得它的膨度超美 然後SALONE我覺得塗起來也不差欸 就是如果你真的硬要想要感受一下 黃色腮紅擦起來的是什麼樣的感覺的話 其實也是OK 我自己是覺得啊 就是拍完照以後 你們應該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差別 就是SALONE這個我也不會說它不能當單色腮紅 如果你要把它拿來當腮紅的話 像是我買的這些紅色啊 桃紅色系 我覺得都OK 你如果要把它拿來當眼影腮紅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但是呢 我覺得CAMMAKE很厲害的地方呢 就在於 它可以當眼影 但是沒有這麼顯色 可是它當腮紅整個柔霧感 蓬度 亮度 跟柔和感 我跟你說 贏了 頒獎給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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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愛了 我非常的推欸 我非常的推 如果 我不知道它這個多少錢 但是我在美容沾板應該是200多塊 好啦 這就是我今天非常非常簡單的 呃 就是腮紅小測試 腮紅跟單色眼影的小測試 結果呢 就是 腮紅很明顯的勝出了 但是我覺得眼影也沒有輸到哪裡去 如果你本身不想要多花一個眼 就是不想多花錢去買一個 你覺得是一個怪色的腮紅的話 那你可以試試看用單色眼影 但是我跟你說 我今天這樣示範下來 應該也不覺得它是怪色吧 因為我剛剛是很用力的沾了三四次 畫出來這種效果 我覺得這個春夏就是 OK 要買 如果你本身是想要體驗看看它的這個怪色的話 你不用擔心它標新立衣 或是覺得它 噢它就是普世蛋塔 曇花雨線 跟清玉一樣 就一開始到處人要搶 然後後來都沒人要買 Nope 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絕對是有它存在的價值 我真的給Kanmay鼓鼓掌 Amazing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本來是想說 OK 這個東西我可能用了一次 拍完影片以後就會把它放在那 Nope 我開始說 我禮拜天去我好朋友婚禮 我就擦這一個 哈哈 好啦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 因為明天一樣是上班日 所以明天一樣有影片可以看 好不好 你們的小缺姓 希望我可以趕就是很多影片 這樣下禮拜 親民年假 大家也有影片可以看 讓我一起跟你們過親民年假 好不好 好啦 有喜歡我的話 就去Instagram跟Facebook看我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不講我的Instagram 我Instagram很好笑耶 哈哈哈哈 好啦 如果有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拜託訂閱我的頻道喔 好喜歡你們留言給我 我非常非常期待就是有任何一個人 就是留言給我 然後上次還有人私訊我說 為什麼你這個痣這麼醜 不就是不弄掉 然後我一收到想說 喔 紅了紅了紅了 有人要罵我 哈哈哈 OK 這個痣是我媽給我的 我從小跟她一起長到大 我不會把它弄掉 I like it OK 我現在眉毛沒有她 我都不知道停損點在拿好不好 哈哈 好啦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